后县和松协会花联市分会 新春团拜的活动在1号进行 迈入30多年 继去年办理了弱势关怀户的围炉餐序 今年扩大集结后县团结 持续发扬人机几机传递送暖的精神 邀请了40多位各界韩式和中途学子关怀户 一同来迎春餐聚 借由新春团拜继续将爱心传递到每一个角落 后县和松协会花联市分会 并且在红川菜馆办理新春团拜 吉安厂长游淑胜则是前来向国民之一 同时也肯定后县的努力精神 祝福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 所有的家人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只要是吉安厂属胜可以做到的 我们一定全力的来支持 我们也希望未来看到后县过去不管在军选 还有在各个氛围里面要执行的每一个业务 我们的这个这个理事长终于看到了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成长努力 花联后县和松协会花联峰会会长林俊平也说明这是活动的意义 联系去年发挥爱心 那么今年持续扩大 来邀请韩氏以及中途学子的一个关怀户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团聚 那么藉由此次机会 我们发挥我们会员更大的一个广招以及号召力 那我们期许在日后来持续来关心我们的韩氏以及中途学子的一个生活状况 那么我们也期许在今年更号召广大的一个这个我们后县的一个爱好者 后县和松协会花营师峰会迈入30年了 去去年办理六十关怀围入餐序 今年扩大集结后县的团结 邀请四十多位各界韩氏以及中途学子关怀户 一同来迎春餐序 藉由新春团拜继续将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记得转意话说到